姐妹俩搬进一栋神奇出租屋 邻居给的见面里居然是一大串珠宝 肚子饿了 桌上就会出现一大堆食物 但世上真的有这种好事吗 西西最近失业了 生活拮据的她 带着有智力问题的妹妹 搬进了一栋老旧的公寓 一走进去 就看到过道里有女人在烧纸钱 过道里还充实了一股难闻的烧焦味 很快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妹妹看到电视机激动的不得了 看起来她很喜欢这里 看到妹妹这样 西西得到了稍许安慰 虽然这里破旧了点 但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可没一会儿 她就闻到屋里有股浓厚的烧焦味 甚至还夹杂着一股煤气味 正疑惑着 她突然发现妹妹不见了 原来妹妹正在和她玩躲猫猫 好在有惊无险 妹妹是她唯一的亲人 如果妹妹丢了 她不能原谅自己 西西对妹妹一直很歉疚 要不是自己这么无能 现在他们也不会住在破房子里 她向妹妹保证 将来等自己挣了钱 一定给她买大房子住 还有她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 妹妹一听到蛋糕 以为姐姐要买给她 当即露出期待的表情 但西西表示 自己现在还没有钱 说只有在妹妹生日的时候 才能买给她 妹妹一听十分失落 为了哄妹妹 西西立马煮了好吃的 之后就开始打扫房间 但房间里的烧焦味 一直没有散去 这时她发现墙上有一块黑字 她以为是被熏黑的 拿抹布开始擦 可是怎么也擦不干净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被在一旁玩的妹妹接到电话里的人 一会儿问妹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一会儿又问她谈过几次恋爱 西西察觉到不对劲 转过头来发现 电话线根本就是断的 那电话是怎么打进来的 就在她疑惑的时候 打印机突然响了起来 机器正在不停的自动印刷着 拿起来一看 上面印满了奇怪的文字 是一些害人的问题 看起来还怪吓人的 西西觉得一定是有人恶作剧 准备去找管理大叔问问 管理大爷却见怪不怪 似乎这里的房客经常收到这种东西 西西又问屋子里的烧焦味是怎么回事 大爷却不耐烦了 劝她将就一下吧 又不是住的豪宅 要求还那么多 西西无奈只好作罢 刚上楼她就看见一个老婆婆 在自家门口转悠 老婆婆一看到她 就诡异的笑了起来 西西正想回去 却被老婆婆拦住了去路 老婆婆说自己是西西的邻居 接着热情的邀请西西 进自己家聊天 西西无法拒绝 只好跟着她走了进去 一进去两个仆人就连忙端茶送水 可是这两个仆人怎么看怎么怪异 就像没有感情的指人 西西不自在的拒绝了头背 她很好奇 住在这种地方的老人 怎么会有仆人服侍 老人说呀 是自己的孩子给她的 接着西西问起婆婆 关于烧焦味和电话的事 婆婆却让她不要在意 这种味道她已经闻了快二十年了 至于奇怪的电话什么的 那更是正常的事情 只要她学会习惯就好 说着她打开抽屉 里面有许多婆婆珍藏的财宝 都是她的女儿们给她的 但她在这根本花不上什么钱 婆婆说着 要把这些财宝当成见面礼 送给西西 西西受宠若惊 但她明白 世上没有白吃的馒头 连忙拒绝了婆婆的好意 接着逃出了婆婆家 回到家西西发现妹妹正在吃东西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食物 妹妹说是从台子上拿的 害怕有毒 西西赶紧让妹妹停下 回想起来到这间屋子后的一连串怪事 西西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对劲 还有食物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她也一无所知 难道是这栋大楼闹鬼 想到这里 西西的冷汗都流了下来 突然她发现墙上的钟表 停在了下午六点十五分 手表和手机上的时间也是一样 西西赶紧将钟表的时间调到了七点 但很快时间又自动变回了六点十五分 而此时她发现墙上的黑色屋子竟然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 诡异的电话铃再次响起来了 打印机也开始继续打印 西西脑子一团乱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西西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上显示我什么时候会死 西西吓坏了 看来这屋子真的不干净 她赶紧想带着妹妹离开 去到房间才发现 屋子里写满了红色大字 妹妹站在镜子前 似乎正在和镜子里的人对话 西西二话不说 拉着妹妹就要离开 这时手机响了 西西害怕的拿起手机接听 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西西听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终于想起 自己和妹妹早就已经死了 因为走投无路 西西和妹妹在搬进来的第一天 就选择了烧炭自杀 这就是为什么 她老闻到煤气味的原因 而他们死亡的时候 正是下午6点15分 所以他们的时间 才定格在了这一刻 之后不久 这间房搬来了一个新的家庭 因为姐妹俩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一直在屋里活动 所以房子才开始闹鬼 这家人才不得已 用笔仙的游戏和他们对话 那些无缘无故 打来的电话和出现的字 就是新住户对他提出的问题 而突然出现的食物 也是祭祀给他们的贡品 到这里终于真相大白 故事落幕 匈屋出自港剧《奇幻潮》 讲述一对姐妹 因为落魄而搬进新家 并决定为重获新生而努力 却在得知真相后 变得更加绝望的故事 人生啊总是起起落落 每个人都有跌落谷底的时候 想要重获新生 第一要素就是珍惜生命 只要打不败你的 终将被你打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电货 吧 能 和